One The K Coming Up Next 嗨大家好我是Fiesta的曹璐 天氣越來越冷 我也越來越愛找一些情歌來聽 大家想不想知道 韓國現在流行的情歌到底是什麼呢 那就不要錯過我們 One The K Coming Up Next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 又有什麼樣的新鮮消息 上週One The K的熱播視頻 我如今的汗 點進數量最多的內容是 B2B的Club99 聽說他們跟特別的粉絲度過美好的時光 讓我們也一起去偷偷看看吧 One The K Coming Up Next 以下是10月第4週公開的內容 富有個性散發五人五色的魅力 那就是中韓組合UNIQUE 今年秋天UNIQUE Nest Dance 讓我們深深地陷入他們 讓我們跟著他們一起來跳舞吧 KKO擺脫韓國著名嘻哈組合 Dynamid U的標題 作為個人歌手出擊了 他到底是哪位歌手的粉絲呢 他為大家親自挑選的Playlist 到了凌晨兩點 我們會想起哪位歌手呢 那就是時隔一年 帶著新專輯回來的2AM 最近他們的關鍵詞是什麼呢 2AM 愉快痛快的hashtag採訪 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接下來 一起來看看這一週公開的新專輯 RMB界的怪物Clush 重返歌壇 聽說他這次變身秋天男人 讓我們一起來期待吧 新人創作型歌手 尹弦尚 聽說他出道專輯所有的歌曲 都是自己創作的 創作才子的他就要正式出道了 讓我們一起來關注他吧 接下來 一起來看看這一週公開的新專輯 在這個季節裡 大家是不是比較容易犯困 也比較容易上火呢 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 那我們下週見 不見不散拜拜 太高了 趁 vitam 姐姐 太高了 by bwd6